接着镜头带来看美景 何欢山杜鹃花在每年的4到6月份盛开 2023年何欢山的杜鹃花季时间将会在6月11号截止 而每年的何欢山杜鹃花季 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往赏花踏青 而为此公路总局也推出了交通管制措施 包括了高承载车流量管制等等 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花季的赏花专车与接拨车来前往 何欢山杜鹃花的花期为每年的4月至6月 然而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杜鹃花开时间较晚 因此虽然是花季 不过实际盛开的时间或许会晚一些 而在花季期间何欢山指定的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 相关单位也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何欢山的杜鹃花是每年4月到6月至一个盛开的期间 为应用何欢山的杜鹃花季 那公共总局就有做一个何欢山的花季的交通管措施 那我们呼吁民众散散前要先去了解一下 公共总局对于何欢山花季的一个管制措施 那另外我们再呼吁民众在赏花期间 当然也尽量不要去攀折花木 那当然这垃圾也尽量就是随手带下山 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平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 如果民众想要查看何欢山杜鹃花的最新花矿 也可以追踪泰鲁国家公园粉丝专业 将不定期的更新何欢山杜鹃花的花矿 何欢山杜鹃花种类繁多 包括玉山杜鹃、高山杜鹃、红毛杜鹃等 重点花旗将会到五月底 将一路从低海拔开始阵放至高海拔 记者林杰、休林乡采访报道